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時間今早 總統特朗普就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激到外交部、港澳辦、中聯辦和特區政府 連環出招 出聲明來反擊這個法案 我們逐篇聲明去看它 分析一下他們所關注的重點在哪裡 我們先看外交部的聲明 怎麼說呢 美方將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懲罰 此舉嚴重干預香港事務 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是赤裸裸的大權行徑 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反對 第二段說到 你這個法案通過了 就是會對於那些暴力犯罪分子 撐腰打氣 性則極其惡劣 用心十分險惡 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 破壞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 破壞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特朗普總統 簽署了這個人權法 原來會弄成這麼嚴重的後果 但問題是 我們看回《人民日報》 在一個星期之前發表了一篇評論員的文章 標題是幹涉中國內政的法案 是廢紙一張 是廢紙的 為何今天又會激到彈起 像生蝦一樣跳 上個星期那篇文章怎麼寫 他就說 任何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原則 干涉中國內政的法案 就是廢紙一張 既然你都覺得 這個人權法是廢紙一張 注定枉廢心機 那你不用多部位 加上特區政府出來輪流 去批評《人民權法》 證明這一張不是廢紙 真是有料到 但他們的邏輯都相當奇怪 我們一般香港市民未必想得明白 就算特區政府那篇聲明稿 他也是這麼說的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外國政府及議會 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 這個就很奇怪 因為 《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以及《保護香港法案》 《保護香港法案》是甚麼呢 就是限制非致命性的武器售賣來到香港 不過現在他已經不賣了 所以這個沒甚麼作用 就是說不賣催淚彈給你 因為他現在也賣國產貨 但是通過了就好過不通過 總之這兩條法案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以及《保護香港法案》 基本上 他如何干預你特區內部事務呢 他說不賣給你 還有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是定期會撰寫一個報告 遞交給白宮 檢視一下香港有沒有出現 所謂的《erosion of autonomy》 就是說香港的自治地位 有沒有遭受到蠶食 別人喜歡自己寫甚麼都可以 怎會構成了干涉香港內政 我真的完全明白 他有他寫的 只不過他寫完之後 如果發現香港的自治地位遭受到蠶食 他就會對於香港目前的獨特特殊地位 包括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就可能有所改變 這是他對於你的態度 他沒有干涉你 你可以照舊來打壓民主 或者侵犯人權 沒問題 你可以照做 只不過人家會有所反應 人家的反應都是在他自己的內部來做 沒有干涉你 我不明白 你可以照舊這樣做 或者說你不妥 也不喜歡他 你就修改美國人權民主法案 你不就每年在立法會撰寫一份報告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你說他在干涉你 他沒有干涉你 這些完全是他美國內部事務 反而你現在說三道四 你特區政府就是在干涉別人的內政 就差不多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邏輯 人家國內通過法律 關你什麼事 你不適合每年自己暫時一份人權報告 你說美國政府如何侵害人權 打壓民主 然後限制他入境 都不可理喻 其實這篇港府的聲明 他最終的重點是什麼呢 就不是表面的所謂 就是罵別人干涉內部事務 或者是所謂向示威者 發放一些錯誤的訊息 就無助緩和香港局勢 這些是很表面的 他最終的深層次的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在於他最後一段 特區政府就是希望美國政府要採取務實的態度 以香港和美國的互衛關係 和美國在香港的利益作為依歸 維持對香港的經貿政策和原則立場 繼續尊重香港作為一個單獨關稅地區的地位 即是說 香港政策法底下的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就是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最關心的地方 千萬不能夠取消或改變 很簡單 你繼續發展民主 繼續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話 那就沒問題了 即是說來說去說這麼多 然後中聯辦又發聲明 港澳辦又發聲明 那些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都是說他用心險惡 或者是跟中國人作對 違反國際基本準則等等 那些就不詳述了 反正他們很多部位都說話 特區政府都說話 說來說去都是香港獨立關稅區 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正在打貿易戰 你更加需要香港這個窗口 那無獨有偶呢 昨晚香港首富李嘉誠的成哥 就以書面回覆了路透社的查詢 就談及到他近日給那麼多人的指責 以及說到一國兩制的問題 所以這篇都非常重要 不知道他是不是收到風聲說人權法就過 他說的那些基本上都是人話來的 好了 首先來講他回覆近日所受到的指責 那他近日受到什麼指責呢 我們要提到 中國的法工委 就回應他的所謂網開一面論 就說這是縱容犯罪 而工聯會主席吳秋北 更加諷刺他是蟑螂王等等 很多這些言論的指責 成哥的書面回覆就怎樣說呢 他就說 在社交媒體的世界 有些人別有用心地散播惡讀猜疑的假消息 破壞誤信 他就說到 你到了我這個年紀 就會懂得怎樣不為外界的噪音所動 我不肯定那些噪音是不是有計劃 但是那些莫須有的指責已經是習慣了 此時此刻要不朝風雨就確實不易 這就是 也要有少少儒家思想的意味 六十而以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如他 證明成哥對於現在他批評他的聲音 只是噪音而已 這種境界真的非常厲害 即是說 這些人在發出一些噪音 成哥是表達一種不屑 根本上是聽不到的 只是噪音而已 你說想發出噪音的人 多麼心傷呢 哈哈 你在這裏說到 臉紅耳赤 罵到他七個一皮 誰知在成哥的眼淚 只是噪音而已 你想想 真的非常厲害 這種心境 成哥更加說到 對於一國兩制的看法 他說 一國兩制總有意見分歧 但是一路走來都還不錯 不過雙方需要有實在的委身 謀求制度的創新 一國兩制不只是一項合併 這就非常重要 我估計成哥說 你不要當香港的主權移交到中國之後 就只是強調一國 其實兩制都是很重要的 你只是強調一國 就只是強調一行合併 當然 他這樣說的時候 到底那些領導人 會不會聽得到這種聲音 會不會重視他這種聲音 我估計很難說 罵到他這樣 最後來說 關於李嘉誠的基金會 他前陣子有一個應急前的計劃 支援了本地的中小企 很多食店都已經紛紛收到綠皮野的支票 而且還只是把那張支票拍照 貼上Facebook 跟大家分享喜悅 有些店鋪更加是黃店 收到綠皮野以後 就把這筆錢再捐出來給星火基金 這些是值得贏退大家的掌聲的 這些就真的非常有心 收到綠皮野還要捐出去 這是很厲害的 當然這些大陸人未必會理解得到 為什麼那些人會這麼愚蠢 他們會覺得愚蠢 這種其實就是人性 就是愛識同胞之情 就不是動不口說 人家的食店就現兜兜地捐出來 至於第三期的應急前計劃 支援的對象就是一些旅遊社 以及一些持牌的小販 所以誠哥真的非常厲害 這樣現兜兜派錢 對於商業機構是無條件的 當然他有一個非常簡易的審查 起碼你要一個商業登記 以及拍攝鋪面給他看 這些我覺得是必要的 但你對比起陳茂波司長 他真的派了四千元 又要填表又要寄表 一會兒又說弄不見了 搞了一整年才派 然後還說 因為有些人是加了稅 扣了稅 所以就給你幾百元 那一種到底你是真心去派錢 還是威樂的人民 你對比起成哥 簡直就是小毛見大毛 人家綠皮也是這樣派出去 而且那種心是很重要的 真的給你應急 這件事真的值得香港人的讚賞 沒有其他人做到 全香港只有李嘉誠、成哥做到 希望他身體健康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